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935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萧喜和吕慧卿如同斗牛一般给顶上了 好端端的国宴上根本就不该有这样的情况 理官都看呆了 而本来该奸习的御史也不敢乱插口 怕坏了国家大事与会的官员更是没有一个敢开口的 韩刚叹了口气上前说道 高丽乃是黄宋藩属 朝廷不会承认贵国对高丽的侵占 如果北朝亦予以惩戒为名行吞并之时 那么黄宋也只能为藩国做主 以权主藩之意 好 听到韩刚插话消息如实重负 退了一步转过来问韩刚 以韩宣徽之意 只要逼国不吞并高丽 贵国就不会插手 当然不可能 韩刚说的理所当然 高丽对黄宋称藩 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藩国有难 黄宋当然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救助于他 何为力所能及 那要看贵国的诚意了 韩刚话已出口满座皆惊 连郭奎也瞪着一双眼 堂堂大儒甚至讨价还价 好像什么都能卖一般 但他却丝毫没有感到羞愧 辽国虽大 也不过是蛮夷而已 以韩刚的华夷之变心结 对蛮夷可不会讲究什么礼数 秦寿之属 还想跟人一样求个礼遇 那要先脱胎换骨做人再说 欲文王 兴礼乐 欲节奏 动干戈 韩刚有充分而完备的借口 将说出的话给圆回来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点 辽国是敌国 越是能打压敌国就越有名望 至于那等俘虏之眼 在市民之中不会有认同感 贵国要什么样的诚意 消息沉声问道 自高丽撤兵 恢复高丽王室 这根本就不可能 但消息知道 这不过是讨价还价罢了 玄徽想要的这个诚意 毕国可不一定能给得了啊 是啊 贵国尚富忠心于国 日后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也不须拒我大颂 韩刚目光如刀 却是半点也不让步 耶律与新现在最想做什么 已经是如司马昭一般路人皆知 就是有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他想做个纯臣 以他一旦以臣子的身份死了 家族都别想保住 被他压制多年的反对者 必然会爆发出来 一灭全族都是小事 发官卢师也不是做不出来 而耶律与新的一干党羽 更是一个个下场凄惨 不会有好结果 性命交官 他们逼都要把耶律与新 逼得做皇帝去 而耶律与新篡位 大宋的反应是最关键的 国内早就被他清洗镇压 可只要还有一点残余的余孽 在得到了宋人的支持之后 彻底翻身也不是不可能 何况宋人还有直接出兵的选择 在名义上 从圣宗皇帝传下来的这一支 可是极尽的亲戚 要是打着为疏祖 疏父兄弟复仇的名义出兵 宋子大旗之下 又会聚起多少大军呢 尽管耶律与新从来没有明说过 但消息很清楚 唯有这件事 他必须设法让宋国不能插手进来 无论是让宋人感到投鼠忌气 还是匡的宋人 坐着静观骑变的打算 能拖多久 是多久都必须阻止住宋人 但这口气 消息如何吞得下 他为使节不止出使过大宋 大辽境内百国 他去过不少家 何曾有人敢给他弃手 就是如今宋辽国是逆转 但只要弃丹铁骑还在 何须畏惧他送过 宋徽说笑了 消息咬着牙一字一顿 我大辽 自立国之后 灭国无数 徒人百万 何曾畏惧过谁 不论谁人为大辽之主 纵使万君在前 亦不会有半点惬意 韩刚 微微笑了起来 他说的是反话 消息 却用正话回复 可见他心中的动摇 大师想必是听差了 李慧卿打了个哈哈 方才 韩宣辉可是 在赞着贵国的上父 忠心为国 义无所拒 消息的脸顿时涨红 继而又变得发青 一时给赌得说不出话来 可惜了消息啊 韩刚 暗叹着 谁让消息背后是一个有私心的耶律乙心 若是他背后是堂堂正正的大辽之主 以消息的水平 不至于会犯这样的大错 就是强硬到底 回去之后也不会受到责罚 但谁让耶律乙心想要做个篡国逆臣呢 大师 还是先入习吧 有话可以习上慢慢说 两国终究是兄弟之棒 总不能一点小事 就吵得仿佛要破蒙一般嘛 吕慧清和韩刚一搭一畅 逼着消息坐下来 就像当年消息逼着赵须 将隔让土地的盟约给签下了一样 消息漠然片刻 发青的脸最后恢复正常 对韩刚笑道 韩玄徽在彼国声明远步 为万家生佛 多少人家为宣徽立了长生牌位 极有妖海里不敢辞 可怜 韩刚吕慧清心中同时叹息 堂堂辽国使者 只能在挑拨离间上做文章了吗 面子上站了 里子上还要站上一点 吕慧清想着 在辽国吞并高丽的事情上 能让出多少 可以让消息回去交差 也不伤中国的颜面 将消息逼得入席 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不过即使到了席面上 按照礼节的几旬酒后 言辞之间的交锋 也没有停下来 在都庭义中 辽国的使团被约束的像是坐监一样 外边的消息进不来 里边的消息出不去 所以到了酒宴上 留给肖十三享受的余地很小 他得到的消息 往往都是宋人故意泄露给他的 如果贵国硬是要侵吞高丽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韩刚的语气看起来 很是强硬的说着 完全不留任何婉转的余地 消息的态度 也并没有因为几杯水酒而软化 高丽王家赋予顽抗 毫无向悔之心 征战之中 自留不得他们的性命 当可别利旁次 难道高丽宗氏 无论远近都给贵国杀绝了 吕慧清冷笑着问道 玄徽当时不知 高丽王女不下嫁陈淑 必归之兄弟 数百口皆在开京城中 兵活一起连城聚化为灰烬了 数百口人 没有一个逃出来的 吕慧清当然不信 只是他在这一会儿 可没有权力干涉军务 贵国在交职所为 其实跟帝国在高丽做的 有多少差别 韩刚反问道 交职杀我中国子民数万 国仇可负 此乃春秋大义 不知高丽杀了多少贵国子民呢 建宴上针锋相对 郭奎只顾低头 看着面前的酒杯 世人皆知 祸水东引的是韩刚 高丽国灭 也可以说是在韩刚的计划之中 只要能用高丽拖住辽国 那么谁都要赞一句 韩刚运筹之妙 以示出神入化 堪比管运 韩刚现在的强硬 想来也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郭奎很是好奇 韩刚到底能用什么办法 将辽国硬生生的拖在高丽 只凭那些不堪一战的水军吗 郭奎完全不出声 他是武将倒也罢了 而吕慧卿也同样不作声 跟辽人像商人一样讨价还价 丢脸的是韩刚 若是将消息给弃走了 犯下大错的依然是韩刚 既然如此 还插手做什么 单粹就交给韩刚好了 消息当然不肯放弃 他邪功下高丽的声势而来 但宋人根本就不在乎 自己是盲目乐观了 相反的宋人的还击 他却不能不在乎 那关系到高丽的战局 各自都有心思 酒宴很快就结束了 消息不用人服 根本就没有罪 却等于是被押送回了都庭义 韩刚和吕慧青 跟郭奎一一告辞 郭奎今天在殿上 一句话都没有说 事后也没有松口的意思 但韩刚与吕慧青 有话说 之前 宇昆你说 要看辽国的诚意 要是有朝一日 辽国的诚意充分 那么叶利与新 打算篡位 宇昆 你就是准备反对出兵了 怎么可能 当然要出兵 旷服正统 存亡续绝 这正是华夏 有别于蛮夷的地方 至于幽艳 那是酬劳 还有比这 更加名正言顺的吗 韩刚可是一直 都在盼着耶利与新 能够早一步篡位 回想当年 萧喜每次入京 朝堂上就要乱上一次 如今倒是变了 朝堂上安安静静 而换成是萧喜 坐卧不安了 吕慧青感叹着 这样的结果 在几年前 完完全全想不到 弱国无外交啊 韩刚说道 原本以军力算 辽强宋若 所以辽国国史 每每都能成喻于 大清殿上 但现在 宋强辽若 萧喜虽是外交上 经验丰富的使者 在咄咄逼人的 吕慧青和韩刚面前 也只能进退失据 这一句说得好 吕慧青放开缰绳 双手拍了拍 可以登载在报纸上了 给今天的事做个标题 报纸 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兴趣啊 韩刚看了吕慧青一眼 有这一位在 快报就会当作没这回事 吕慧青到底是把 京城中的宗室贵气 和豪商得罪的太深 吕慧青回京的消息 快报上没有刊登出来 更别说 他在店上的精彩演出 翻翻近日的报纸 里面甚至提都没有提到 吕慧青这个名字 倒是辽史被火炮下的魂飞魄散 被翻来覆去的说 东京百姓最是喜欢这一套 所以那些编辑们 都是不厌其烦的 反复一一说再说 不仅仅是这一次 就是之前宋辽大战 两家快报的报道主力 也放在了河东河北的战局上 而同关以西的战士 就是王顺辰的名字 都比提到吕慧青的次数更多 在从厄和吕慧青的对比中 从厄也是远远胜出 早在吕慧青到山西之前 他就已经是名震一方的大将了 由于宣传上有所侧重 在最底层的百姓中 有很多人都认为 吕慧青是借助了从厄 才得到的领武之地 只是捡了便宜去 相比起韩刚救难之功 当然是差了很远 与郭奎那边相比 也就占了一个斩首多 夺回的土地多 其他也只是平平而已 虽说这样的说法 擦了一点事实的边 但总体上说 能有吕慧青在背后支持 最后的结果不会这么完美 贺兰山下的核心地区 给官军牢牢占据 几家从青东侠出来的党项部族 根本无力与官军抗衡 这其中 吕慧青起到的作用 比从厄要大 而且是大得多 肯定是有兴趣 吕慧青笑着说 但很快就收敛了笑容 只见他又说道 关西百年封烟 于今终于是到了尽头 谭冤之后 河北得享七十年太平 现在也该轮到关西军民休养生息了 不过 西军虽是精锐 可若把放南山几年之后 也就泯燃众人了 届时如同河北进军一般 国家忧急之时 如何派上用场啊 也不是不能用 韩刚皱着眉头 河北进军训练一下 还是可以独当一面的 河东的官军就是如此 河北军也不会例外 吕慧青冷笑了一声 河 仓促训练 又能如何 关西有两将强兵 又能驱使党项 故而胜得轻易 而河东 虽然一开始就是危局 但河东精兵 是玉坤你第一次 任官河东时 就开始训练的 此番虽败 却非战之罪 只有河北的进军最差 跟京营相仿佛 若是令表兄 领军侵入辽境时 麾下皆是西军的话 不会有此大败呀 韩刚摇头 终究还是不训练的缘故 自一天不练 手便生了 全都马放南山 不要说几年 半年一年就废了 不过 自来练兵 没有比战场 更合适的地方 西军的精锐 是用一年数次上阵换来的 现如今 原封新约既已议定 短时间内 无论南北都不会去破坏 没有战事 练兵也无从谈起 吕慧清轻轻摇头 韩刚其实 心中早有定见 现在只是装傻 大宋周围 可以用兵的地方多的是啊 不信玉坤 你没有考虑过 吕慧清说道 之前在王安石家 有许多话 没能说得很细 但现在时间正好很充裕 可以稍稍详细地说上一阵 韩刚的心思 吕慧清看得很清楚 却又感觉很模糊 说是清楚 韩刚一心要推广气血 这一点 吕慧清早就看明白了 但说他模糊 却也的确模糊 韩刚的气血发展下去 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一点 吕慧清还没有想出个结果来 不过现在既然要出外 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竞争的必要 现在顺着毛吕 暂时倒是不难应付 韩刚这个人 只要不主动去招惹他 几乎是无害的 就像是刺猬 只要把刺竖起来 谁上来都是要吃个大亏的 当然刺猬不会经常往水里丢石头 让人没法安生的过日子 吕慧清也明白 韩刚只是现在稍稍消停了一点 过些日子 又不知会做什么事了 中斗法就是韩刚弄出来的事 还有军器间各种行之有效的产品 还有方程山的轨道 都是韩刚弄出来的事 只要稍放松一下 韩刚就会将手伸到各个角落 就是吕慧清也想不清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多奇思妙想 不过吕慧清很快就放弃了猜想 安心想用韩刚的发明就是了 韩刚也有些感慨 吕慧清当真是想要在河北 做一番事业 之前的猜测都有些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不过吕慧清可不是省油的灯 王安石一走就开始推行守时法 现在镇守河北 纵然不是宣服使 但能动用的资源也不是等闲 想要做出一点事情来 还是很容易的 但这关韩刚什么事呢 那是梁府要操心的 吕慧清要是能分心在梁府身上 韩刚双手支持 刚才您听到的是 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935集 欢迎继续收听 《载职天下》第936集 《载职天下》第936集 《载职天下》第936集